Hello大家好 我是小九 刚刚下学 现在刚忙完 饿吗 有点 今晚都没吃什么东西 嗓子有点哑 这个水是有半瓶了 喝完了 没有 它都没给水 这边是昨天的 那你是住那个房间了 不要浪费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现在只是开个公调而已 说白就这样子是不是 最为了开公调让人家省事一点 大哥明天来毕业请我吃饭 我跟你讲啊 我在视频里面说了 看到视频的话懂意思啊 你住了我还不心疼 你不住我心疼死了 我们省的是减重的是不是 对 一下子它就浪费了 浪费了我一百多块钱我揍你 一百块钱 这边住宿其实也还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长期在这边的话 我们两个可能得考虑 租个房子 找一个那种民宿可以做饭的 就好了 哎 你说的对哦 嗯 早说嘛 有没有 我只看一下有没有 应该不会有的 这种小地方的 它只有住居民楼的 来住出去的 就是要大哥过来之后呢 我们一起去找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礼子啊 就是亲耐我们明天后天那样子 后天那样子可能就开始才在发货了 黄的话可能要等两三天 黄的我们没那么快 因为它的口感很像 但是轻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大家上了一个福利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福利的果是多大的 像这种小的就是我们那个粉丝福利的果 像这个就是中国 你看这个中国跟这个福利的果 还是有差别的 大果没有捡回来 这种差不多属于大果 但是它还是像中国一样的 这种都是属于中国 大果的话就比较偏大一点 这种是小果 你也试着搞不清楚 他说好说好是不是 本来是一起过来的 他说周末人家不上班了 我那个搞那个什么什么动静 我等着周一早上我去弄我就过去了 昨天还交代他帮拿东西过来 拿那个刺糖衣过来 因为很多朋友问糖肚子多少 我们没有带刺糖衣 不懂忘记了这个确实是考虑不周到 下次我们 我觉得下次我们出来 我们那个猫狗叫二嫂帮胃吧 可以啊 是不是 十块钱帮胃一次 然后一天就一餐嘛 那个猫倒一下猫粮就可以了 我们买后 狗就要煮一下东西 因为今天开播的时候 好像竟有些 有些朋友是吧 有些朋友跟你一直说 我们出去了 然后那些东西都给许姐 怎么样怎么样子 我觉得是不是 那你明天给二嫂聊电话 明天要二嫂去喂 可以啊 然后 就是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我们出来的急 就没有 没有那个 就是免得有些小孩 是不是 他会说这些东西 伤害我们四个人的感情 对不对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的 我们也能理解 许姐辛苦 是吧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互相理解 是不是 这个没 没什么的 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 许姐辛苦 你们肯定的 你们什么都不做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这些东西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 就是 一个出力一个出钱 是吧 他们两个人出力 我们两个人出钱 风险我们承担 就是 相当于我们是他的投资方那样子 但是 其实我也看了一下最近这些 有一些人这种 我在考虑我在想 这个玉米亏了 你说不中 那就不中了 是吧 那些机器啊什么的 是送给大哥吗 还是怎么样 是卖了 卖了能回禁本 因为我现在有些钱 我现在是 负债的情况 这个你你你你决定吧 因为我跟他是亲戚 是不是 这个我 我不好说 我都 如果我说我送给他 那网友们肯定会说 说别的 你们是亲戚啊 你肯定也送给他了 是不是 这个我不好说 这个是你出钱的 我想把它卖了 都可以啊 是不是 这个 这个都没事了 然后地 然后地租 我们今年的地租 我们就给 然后他们想种的话 我们就种 不种的话就算了 但是种出来 如果他们 愁销路什么的 只要他种的好 销路我们可以帮他削 嗯 销路可以帮他削 就算我削不了 我朋友那里他也可以要 今年 确实本来也打算拉给我朋友 但是确实是质量不好 就是可能种子啊 或者土地啊 什么问题 可能下雨的问题 种的不好 还有那个鸡 我也想过 因为我觉得 明年我肯定去就走了 是吧 到时候 如果我们结婚了 有孩子了 我肯定以家庭为主了 还有这个 说实话 这个鸡养了这么久 投入也蛮大的 我压力也蛮大的 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一个 我是真的是负债了 这个不怕丢人啊 这确实是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可能叫我再投入进去的话 也拿不出钱了 还有一个 我觉得 以后有钱 那我也不想投入进去了 我觉得这个钱 省下来 然后 作为我们两个人的一个 被以后打算了 好一点 因为这个鸡 羊确实说实话 风情太大了 风情也大 我们每天也有损失的 只是没有 不是没有损失 我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我们都蛮拼的 就是 我们挣到的钱 可能 这里花一点 那里花一点 这里亏一点 那里亏一点 是吧 终于没亏了 我朋友那里 想那里我也亏了 养肌 养肌现在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算是有收入 平本吧 卖了一些 又进了一些 又进了一些 但是每天我们这一开销也有 压力也蛮大的 是吧 我觉得 想着说明年我就不养了 到时候他们想养还可以养 到时候我就不参与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也没有钱投进去了 因为 因为 还是要为自己考虑 那时候 每年他们自己弄嘛 因为 他们基本上是常年在家里面 他们是不是 想弄啥就弄啥嘛 在家里面他们不养这些东西 不用这些东西 他们也没有一份收入 但是当他们自己弄就得 但是我们就退出嘛 他们让他们 两公婆自己弄 是不是 正多耍 他们自己这样 靠自己的努力 我们也靠我们自己努力 我们去 做其他的 虽然说 我是属于一个创业的心态 去做过这个做那个 但是我也不能保证全部都是能征行的 挨打妖力症亏了 就去想办法挣回来 我觉得亏了不丢人 是不是 做生意没有出 稳赚不赔的 稳赚不赔的 我告诉你 我那家那个老宅 我都讲两块钱 你那个老宅 你真值钱吗 你那个老宅 两块钱我都讲了 我都卖出去 两块钱 有稳赚不赔的 那肯定是不是 我也觉得 当时我跟徐姐 跟大哥他们商量 你这样看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弄 因为他们的想法 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我们的小宝 因为我们年轻嘛 喜欢就到处去打拼 折腾啊 打拼啊 他们不一样 他们就想 相当于在家里面 安安冷冷冷的 过日子 他们是已经过到了不一样的年龄了 所以他们两个合得来 他们已经到一定的年龄 到一定的阶段了 他们就想平淡过日子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年龄摆在这里 我觉得我还有更好的天地 我可以去创造 去努力是吧 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嗯 准备去吃个饭 可以啊 走吧 走吧 好